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出席衛生防護中心對新型流感爆發應變能力 演習後表示 近期流感的病例有上升的跡象 已經接近境界線 預料未來數星期會是季節性流感的高峰期 適逢農曆新年 有現外出旅行的市民要特別注意衛生 過去我們已經試過很多次 禽流感、沙士、豬型的流感 以及最近在中東地區的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 嚴重呼吸系統的疾病 其實都是跟動物的傳播有關 沙士更加直接指出 果子尼其實是它的媒介 所以在這裡我再提醒我們香港的市民 除了個人衛生環境衛生之外 無論在香港還是去到別處 不要接觸野生禽鳥、加禽 也不要去食用野味 而且如果真的企圖 將野味 即未經煮熟的動物 帶回來香港也是犯法的 他又說 至今已經有40萬人接種疫苗 接種比率較去年同期高一成二 並且呼籲未接種疫苗的長者、小童等應盡快接種 另外 本官由去年年底更新對流感大流行爆發時的應變措施 以實際社區風險情況代替案輪近地區確診病例 來評定應變級別 以應付日益複雜的流感疫症 今次的演習是無疑三名護老院院友 曾經接觸確診新型流感病人 應變級別即提升為緊急 需要進行實地隔離 高應文說 透過演習去了解和檢視各應變部門合作抗疫的情況 也希望提高市民大眾的抗疫意識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梁浩然報導